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適經的Zoom討論會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幫助,大家也可以回應的,我們有討論的 我們已經說到四年充滿和如何得著四年充滿 而現在是去到E,第五個主題,大主題,就是集體討告帶來聖靈的大能 就是說,當我們基督徒,尤其是強烈愛慕神的基督徒 投入討告,投入讚美神,愛慕神的基督徒 集體討告的時候,能力是更加大的 我們從經歷是可以經歷到的,譬如我自己多次和一些基督徒集體一起討告的時候 知道原來集體討告是更加強烈的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會發現這件事的,他們怎樣發現呢? 就是當在報道會,這個是很多傳統的教會他們所經歷到的 在報道會裡面呢,當他們集體討告去親近神的時候呢 也都有很多人去到比較傳統的報道會呢,都經歷到聖靈很容易受感動的 那麼這個都是一個在經歷上我們是經歷到的事情,即是說集體祈禱是帶來更大的力量 那麼耶穌都說了,兩三個人一起討告的時候呢,我一定跟他們一起的 那麼尤其當一班人的時候,那麼我們在聖經裡面呢 首先呢,就看到撒摩爾記上十章 那這裡除了說到集體討告帶來的力量呢,也都是說到呢 在集體討告而投入親近神的時候呢,帶來的強烈的聖靈的工作 那麼我們就看看這個經文裡面說到怎樣他們強烈地經歷聖靈的工作 那麼這個經文呢,背景就是這樣的 神呢,就叫撒摩爾去高立素羅 那麼在高立素羅之後呢,他就吩咐他做一件事了 去找一班先知 那麼這班先知呢,在撒摩爾記上十九章十九節呢 是說到呢,就是撒摩爾監管他們的 所以其實這班是撒摩爾的先知門徒來的 OK,這個經文就是這樣的 此後你到了神的山 那麼這裏呢,就是 釋經家就覺得是說到基比亞山的 在那裏有菲利是人的防兵 你到了成的時候,必遇見一班先知和憂坦下來 前面有古塞的、激古的、吹笛的、彈琴的 他們都受感說話 這個受感說話呢,其實原文是說語言 在和合本多處呢,譬如在江林多次言書十四章 就將說語言轉為先知講道 而在這裏呢,就轉為受感說話 他們都是受聖靈感動的 但是呢,他們就覺得整班人都怎樣說語言呢 那說語言可以是宣告神的說話 也都可以講到將來會發生的事 是... 就是不是一定個個都是講將來的事 可以宣告神的話 也都可以是... 舊約裏面的講謊言都未定 不過這個我們不能夠證實 只是說可能 就是在... 在神的同在 他們一直呢,是受聖靈感動 一直講神的說話 那這裏前面講到他們在奏樂器 他只是講他們奏樂器 並沒有講到他們敬拜 不過... 就是從聖經呢 我們知道他們不是在那裏練樂器 就是... 不是在那裏彈奏音樂 而是呢,他們應該就在那裏讚美神的 然後呢,就... 第六節了 聖母主席跟蘇羅說的 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 那這裏呢,都是特別講到靈 就是聖靈 那... 其實在舊約和新約聖經呢 講到神和人交往 神在人心中的工作呢 都是講到聖靈的工作來的 那... 但有時候有些人因為... 就是好像避開... 靈人派... 我自己再講我不是靈人派 不過他們避免... 覺得是靈人派呢 所以是小提聖靈的工作的 那...而講到聖靈工作的時候 只是講到他感動人... 悔改啊,信主啊,更新啊那方面的 那...但是在這個經文呢 就... 我們就看到神呢 是... 做更大的工作的 是... 在這班人親近神的時候 他就說呢,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 那這個就是... 就是... 如果大家找Hebrew H-E-B-R-E-W 即是希伯來文 舊約是希伯來文的 新約是希列文 5012 而... 是用英文找的 那你就會看到英文的解釋 關於... 不同的希伯來文的字 那我都曾經傳過... 就是網上那些... Interlinear Bible 就是說呢... 希列文或者是希伯來文的聖經 希伯來文... 去日就是希伯來文... 新約就是希列文... 其實聖經... 然後呢... 對照英文 就是對著一種外語 叫做Interlinear 就是兩個語言的 那麼呢... 就在那裏呢... 你會看到這些數字的 當你一... 點擊這個數字的時候呢... 就會去到那個字的解釋的了 那麼呢... 就... 跟著講到呢... 你就會跟他一起受這樣說話 就是他又跟他一起... 啊... 啊... 說月言啊... 啊... 受聖靈感動啊... 啊... 或者是... 講謊言啊... 我們不知道是哪樣啦... 總之他... 他都是被聖靈感動去講說話 那麼呢... 就... 你要變為新人喔... 立刻去到個聚會 就即時有這些的經歷 就讓我們看到呢... 就是神強烈的同在呢... 可以在一個地方那麼強烈呢... 就是當這班人集體討告的時候呢... 蘇羅去到他們當中 就即時呢... 被改變了... 即時呢... 變為新人... 這時候頭臨到你... 你就可以... 趁時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那這句說話呢... 很特別的... 你要趁時而做... 就是你趁這個機會去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那神是無所不在的... 那... 為什麼... 在那時候特別講... 與你同在呢... 那意思呢... 那意思呢... 應該是講到... 神強烈的同在... 因為神與你強烈的同在... 神是時事都在一起的... 那... 但是當這班人親近神的時候呢... 神有強烈的同在... 你就親事而做啦... 因為聖經當初講到... 神是無所不在的... 去到哪裡呢... 神都跟我們一起的... 在詩篇139篇那裏講到... 神是時時跟我們一起的... 所以呢... 不是說... 現在這裏沒有神同在... 你去到才有神同在... 而是... 講到呢... 就是神強烈的同在... 那麼呢... 你就要趁時而做... 因為你趁這個機會... 去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強烈臨在... 你就會說... 預言... 你會受敢說話... 以及你會變為新人... 更新... 改變... 那麼你就趁時而做啦... 就是趁這個機會... 去親近神... 給神去改變... 那麼呢... 就因為神與你同在... 你當在我以先下到吉甲... 我必... 下到那裏獻祭... 獻凡祭和平安祭... 你要等七日... 等我到那裏指示你當行的事... 那麼呢... 蘇羅呢... 就轉身離別... 薩姆爾了... 神就賜他一個新心了... 這裏講到呢... 是未去到那幫先知門... 跟薩姆爾一齊... 跟他講完話之後... 他就賜他一個新的心了... 這裏就講到一個更新了... 就是當他... 一轉身... 跟薩姆爾談完話... 神的靈已經改變他了... 他已經有一個新心... 那麼呢... 並且當日呢... 這一切的少頭都應驗了... 全部都應驗了... 蘇羅到了那山... 有一幫先知遇見他...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那麼他去到那幫... 先知那裏呢... 他就... 被神的靈感動...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那這裏呢... 是講到蘇羅呢... 被神去大大更新的... 即是神要使用一個時候... 神是首先更新他... 不過可惜... 後來蘇羅是不聽話... 以至呢... 他是... 沒有保持到神的同在... 並且他是... 真是呢... 被魔鬼引誘... 去... 追殺... 大衛... 以及去... 問鬼... 問米... 去招鬼... 那這個呢... 就是... 蘇羅犯的很大的罪... 那麼... 由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 經歷聖靈... 其實他是經歷聖靈... 不代表以後... 都是... 保持聖靈強烈的同在的... 我們當然希望人是會... 保持聖靈強烈的同在啦... 但是經歷不代表... 擔保他以後會... 跟從神... 有時候有些人呢... 經歷了之後... 又沒有保持的時候呢... 是... 可以失去的... 那麼...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 珍惜了... 因為這個是很大的禮物... 很大的禮物... 是賜給我們的... 那這個經文... 給我們看到呢... 就是一個... 神的... 強烈的同在啦... 當這幫人... 投入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強烈同在... 就更生... 扫羅... 也都... 這幫先天門徒呢... 真是... 給神大大的... 使用去祝福的... 那... 希望我們都... 渴慕這件事... 如果大家可以的時候呢... 你... 找一些... 特經姐妹一起... 聚集一起... 更多投入的討告... 神的同在... 會更強烈... 臨在我們身上... 神就會在我們生命中... 做更大的工作... 因為... 親近神... 必定有... 果效的... 那... 也可以的話... 即是在... 即是在... 即是在我們聚集... 在教會... 都... 譬如我們帶敬拜的... 就幫那些人呢... 投入去親近神啦... 即是... 不要只是就這樣... 唱詩歌... 譬如我鼓勵大家... 你領敬拜... 不要只是唱完一首詩歌... 就第二首詩歌... 也都不要只是... 講一些... 就是... 很普遍的親近神的說話... 是從心靈發出... 從心靈發出... 神啊... 我們愛你... 我們感激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喜悅你... 我很願意聽你的說話... 神啊... 你真好啊... 即是從心靈發出... 因為... 全人的敬拜... 是包括我們的靈... 還有我們的... 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 是全人的... 去敬拜... 這樣的時候... 神的同在更加強烈... 領敬拜的人... 是... 整個思想... 就是認同神是最好的... 意志... 心意... 是... 意志... 決意是... 跟從神的... 感情... 是充滿感情的... 喜悅神... 歡喜神... 享受神... 喜歡神... 是... 不只是思想上的領域的... 這樣的時候... 神的同在強烈... 是會帶來更大的工作的... 我自己... 在宣教的時候... 真的曾經很多次... 是... 神的同在是很強烈的... 那麼... 也都在香港... 也都有... 曾經有... 帶領過不同的聚會... 那些人是很... 強烈的... 經歷神的同在... OK... 好... 有沒有人有... 問題想詢問... 關於這一次... 我們... 剛剛看了這個經文... 這個集體禱告... 我... 或者問一下大家... 你... 譬如說... 你懂不懂得怎樣... 投入去禱告... 整個心靈喜悅神... 因為首先... 我們學到... 投入禱告... 我們先... 集體禱告才會有更大的能力... 如果那個禱告... 是... 單是誤性的... 就是單是... 只是說... 神啊... 我要什麼... 求你幫我什麼... 的時候... 神的同在... 是不會很強烈的... 那是當人呢... 是... 整個心靈喜悅神... 是... 心靈誠實敬拜... 的時候呢... 是更加容易... 經歷到聖靈的... 那也都... 我講過... 我們是可以... 感受聖靈的同在... 如果我們... 祈禱的時候... 投入... 發覺... 身體會搖動... 會震動... 或者... 有能力經過... 那這都是聖靈的... 那... 整個心靈... 喜悅神... 歡喜神... 喜歡神... 整個心靈就是... 神啊... 你真好了... 我全心愛你... 我全心感謝你... 我歡喜你... 我欣賞你... 我喜歡你... 就是... 整個心靈都是說... 神是最好最好的... 這樣的時候呢... 是... 容易... 經歷到聖靈的... 也都是... 從心靈的心去... 呼叫神... 神啊... 我... 叫出來... 從心底處發出... 就是說呢... 是... 打開個心... 從心靈發出... 好像把心靈裡面的... 重淡放下... 把裡面的煩惱放下... 以及整個心靈歸向神... 整個心靈... 好像飛去神那裡... 我喜悅神... 我歡喜神... 我喜歡神... 這樣去... 湧向神... 這個心靈... 這個是... 需要... 去練習... 去做... 然後呢... 能夠... 更加容易... 我們自己一個人... 提到經歷性... 也都站在其中的經歷性... OK... 有沒有人有... 問題... 或者回應... 或者分享... 牧師... 我有一點點分享... 嗯哼... 是... 因為... 之前呢... 我... 試過一些時間呢... 就... 就是... 阿光牧師... 叫我們... 多一點去操練... 讚美神... 那我就試過... 早上起床... 就... 我... 讚美神... 大概... 五至十分鐘... 那... 就當日呢... 我... 我... 見到那些人呢... 他... 給我的反應... 就覺得... 啊... 覺得我很開心... 但是... 我... 沒有什麼...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讚美神之後呢... 人家... 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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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天...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 讚美神... 好... 感謝神... 讚美神... 是會... 令到人家... 喜樂的... 更加興省的... OK... 感謝主... 好... 葉牧師... 想請教你... 譬如... 在一些聚會當中... 有些人... 接受按手... 那... 有些人... 就會... 反應... 就會明顯一些... 被精靈充滿... 就會可能... 震動... 或者是... 向後面倒... 那... 但是呢... 我是沒有這種感覺的... 就是... 是不是因為... 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 自己在悟性上面... 或者... 我有些抗拒... 被人家按手... 因為... 我... 分辨不到對方... 那個... 聖靈的果子... 是... 是怎樣的... 因為他都是... 外來的一些的講者... 那... 所以呢... 我就... 沒有那種的感覺的... 這樣... 是的... 或者沒有聖靈充滿的... 的... 的現象... 或者... 或者... 就算那個感受... 都沒有什麼的... 那... 這是第一... 就是在不同的聚會裡面...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情況出現... 那... 我就覺得自己... 就... 沒有那種情況... 那就想問一下...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 譬如... 你剛才說... 要用心靈去... 去... 去... 愛慕神... 那... 譬如... 我的情感... 我真的沒有去到這個位... 譬如... 我上去... 但我沒有去到這個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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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試一下... 去... 那... 情感上面... 語言上面... 我儘量去投入... 就算我情感不太多... 我就用言語... 用一個感受... 儘量幫自己去到那個位... 呀...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如果在操練上面... 不介意... 首先... 首先我不喜歡用粗戀這個字眼 我鼓勵大家不要用粗戀這個字眼 粗戀就是練習,我們是真的親近神 當然我們可以練習,用心靈 但我們做的時候都是真的親近神 首先我覺得是由思想開始 思想意志感情又到零的 就是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所有世界上的東西都在神的手中 這個聖經的多處的教導 這個地和地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熟耶和華的 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 是祂能夠賜恩給人的,叫人得著能力的 祂是所有信祂的人和經歷有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 就必得著能力,所以祂是 什麼好處都有,祂很愛我們的 這個信念就引致我們的意志 神啊,你這麼好我就聽完你的話 我就完全信從你 我願意康復在你面前放下我的罪 然後跟著有感情 人對我們好,我們尚且會和他有感情 何況神這麼好呢 所以我們應該培養和神的感情 看到所有的東西,看到花草樹木真的很漂亮 你留心欣賞一下 神啊,你真是很漂亮,故意做花草樹木 令到這個世界更加漂亮,我們能夠享受 去到自然界中,人是會更加舒暢更加開心的 我們就因為這些一切,我們就喜悅神了 而且聖靈在我們心中動工 是非常奇妙的 我們不聽話的時候,聖靈依然沒有放下我們 是繼續感動我們的悔改 這些都是神的工作 我們越起越神 我們就會學習全個人去感激神 歡喜神,倚靠神 即是神是我的一切 我想生命好,一定是親近神,遵從神 這一點就是由思想發出 然後影響我們的意志,然後影響我們的感情 然後就整個靈,整個心靈 凡在我裏面的,都要清重祂的聖命 在《詩典103》編第一 牧師剛剛想回應 就是你講那個用那個 就是你祈禱叫我們用那個心去什麼 我看到我是去不了那個位的 就是看到裡面心裡是有些東西 等等等等,牧師跳了出去又不在 我現在打一打給他 他走了嗎? 是啊是啊,他斷了線 沒有,因為我知道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就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經歷 大家的經歷有沒有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新加入你的團體就是 牧師見我去祈禱那些 就是那種他在心裡說 神啊,我好愛你什麼什麼 就是那種看到他是很自然的 但是我看到我是去不了那個位的 你等等啊,弟兄 你等等等等,牧師過來了先 你等等再分享 牧師過來了你就分享 謝謝你,弟兄 你們都可以分享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你們是不是都可以去到呢? 有啊,剛剛我問牧師的問題就是 同樣這個問題就是 我去不了,我的情感去不了 那牧師就在說 是先思想 跟著意志,跟著去到零這樣 就是你要不停思想 思想就先 就是逐步逐步禮 這樣 是啊,Eric 思想意志感情 當你有思想 經常想起神 有這個意志 經常去親近神 但是這個呢 都是等待牧師再說一次 當你跟神有感情 那你就會懂得去學習 去怎樣愛慕神 親近神 還有你祷告你會說 平安喜樂呢 是形容不到出來的 我自己就會多些親近神 敬拜 大量的敬拜 還有在讀經那裡 神會透過祂的話語 跟我們說話 會有感動的時候 用神的話語去祷告 幫助自己更加去投入 放鬆自己去親近上帝 那你就很容易去經歷神的同在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